第486章 哦哟 这么勇敢 有句话说得好 宁为鸡头不做凤尾 但是呢 有时候鸡头做的时间长了 就觉得自己 就是凤头了 永远就是这样 他并没有见过对方 知道的 都是在一些新闻中看过的 所以知道方许晶厉害 但是具体什么样就不知道了 那现在就有了这个想法 想和对方碰一碰 这想法太正常了 汉东这里 政法大学的很多尖子生 还都想和方大壮碰一碰呢 最开始那段时间 方大壮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就去汉东政法大学 开个讲座什么的 反正他是大佬 去开讲座 汉东政法求之不得呢 然后 显而易见 方大壮每次都会很爽 那些学生们 或许观点比较新奇 但是在方大壮这样 基础无比扎实 同样想法天马行空的 大佬面前 直接被干得稀碎 完了那么几次之后 汉东政法那边有了消息 方老师 您要不别这么频繁 或者去魔都帝都那里转转 要不然他们的学生 都要失去对法律的兴趣了 车已经在修了 鉴定好维修费用之后 就直接送去维修 自己先出钱店上 坐着方大壮的车 回了荆州 然后周易开始紧张起来 他要陪着周欣然 去对方家里 这情况说 真的 想想都觉得害怕 但大男人出来混 一口唾沫一个坑 答应别人的事 怎么能反悔呢 不就是冒充男朋友吗 简单 荆州 冥想小区 算是荆州顶级的富人区了 这里的很多都是独栋别墅 周易站在小区门口 看看那些物业工作人员 不由得感慨一声 有钱就是好啊 看看人家这物业的态度 那简直不要太好 再想想岳父小区之前 那物业 对比 真的伤害太大了 周欣然今天一身黑色运动装 扭头看看周易道 你不会紧张吧 笑话 我周易会紧张 我跟你说 我送进去的人 现在咋也有不少了吧 我会紧张 十分钟后 周欣然家里 周易一脸乖巧地坐在沙发上 小伙子 你做什么的 我送人进去的 呀 不是 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周欣然的父亲 国字脸 坐在旁边有点猛 这小子下意识反应 怎么会是送人进去呢 话说还有这样的职业 他咋从来没听说过呢 低声问问 一边的周欣然道 送人进去是做什么的 周欣然 简简单单一顿饭 没有那些中的恶俗剧情 什么女孩父亲有钱 看不起 什么丈母娘 一下子看着就很重一等等 就是问了问 她的职业收入家庭这些 完了 就是随便聊聊 看不出来 对方是什么态度 这也和周易想的 差不多 除非是那些离谱的家庭 否则不管男方 还是女方第一次上门 都是这种情况 简单来说就是 对方父母 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 但出来之后 周易还是感觉后背都湿了 真的贼紧张 旅行了沉默 周易国庆不打算回家 准确地来说 周易在类似于国庆 这些节假日里 都不想出门 太赌了 赌车赌得让人心累 你能想象在高速上赌车 赌八个小时的感觉吗 至于说出去玩 真的 国庆前会憧憬 但是 再玩回来之后 你就会想 踏马的 谁再出去 谁就是狗 那踏马是去玩的吗 那分明就是去看人的 到处都是人 挤得都没地方看风景 索性没事干 周易就每天去公司 值班了 腾达是严格执行劳动法的 节假日必定是放假 但公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留 所以周某人就义务劳动了 别人不知道 反正腾达的员工 那叫一个感动 老板在节假日坚持上班 不算什么 很多公司都这样 但是老板主动上班 却让员工们 务必休息好 千万不要来 来了 甚至要扣奖金 那这样的老板真的 太罕见了 反正腾达的员工们 在公司群里 看到这样的通知后人都傻了 而他们的朋友 看到这样的通知人也傻了 不管怎么说 国庆假期终于是过去了 休息了一个假期的周易 和方大壮 重新回到了L县 10月9日 一吃劳饭 方大壮直呼 可惜 这样的好日子 却是个民事案件 一个假期 让徐主任都差点以为 事情已经解决了 但没办法 对的还得面对 也还好 这是民事案件 所以他们单位的人 不出庭也行 L选法院门口 杨远已经早早地到了 身边跟着一个助理 杨哥 对方真的是那个方许静啊 这你要是把他赢了 那不就出名了吗 助理在旁边说道 这助理连律师都不是 就相当于打杂的 杨远笑了笑道 这想法很好 只不过呢 官司不好打 人家名声很大的 本事肯定有 那杨哥你也很厉害 咱们县里 你都没输过几次 助理又说道 这话听着就舒服 杨远一脸自信 他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准备之后 认为 还是有点胜算的 正想着呢 就看到两个男人 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一个很高大 就是头发 有点少 这应该就是他们今天的对手了 感觉也就那样吧 戴着金丝眼镜 有点斯文败类的样子 杨远这边在打量呢 方大壮两人 也注意到了杨远 只不过 两人的目光 齐齐看向了杨远的头发 那头发 还特意打理过 摸了发拉 弄得很是整齐 弱者在外面等了不长时间 法院开门 双方走了进去 开始准备 这个时候 周一看到那个弱者 进来了 顿时反应过来 这就是今天的对手啊 扭头看看方大壮 发现他已经活动自己的嘴了 这也是方大壮 每次开庭之前必须要做的 唉 看来又有一位律师要遭殃了 你说 你好端端地留那么一头 浓密的头发干嘛 就算是头发长 也无所谓 还摸了 发拉弄了造型 这一看 就不是什么正经律师 办案法官来了 简易程序 还是老一套 书记员先宣布法庭纪律 完了 双方对对方出庭人员 有没有意义 对法官 书记员这些 有没有回避要求等等 都是正常程序 完了就是起诉状 一切程序都走完 就到了举证制证环节 方大壮这边出具的 便是那几份证据 行车 记录一视频 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 等等这些 杨远很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证据的真实性无意义 但是对于证明力度有意义 证据只能证明原告 当事人撞到了石头 导致他的车出现事故 但无法证明 公路养护中心存在着过错 存在着侵权行为 这就是侵权之诉 那按照杨远的观点 自然得有侵权行为发生 他不否认说是有石头在路上 但认为这起事故 和养护中心没有关系 同样 杨远进行了举证 这是公路养护中心的 的养护记录 该道路属于县道 养护中心已经按照规定 进行了巡逻养护 所以进到了相应的义务 国家对于公路养护 具体周期都有证明文规定 国道省道县道都有区别 所以杨远用这份证据 就是要证明 养护中心已经做了自己的事 所以对方的事故 就不应该承担责任 方大壮自然是早有准备 说到 该证据证明力度不足 无法证明养护中心 已经进到了义务 我们这里说的是 养护中心的义务 而不是指法律规定的 养护次数等具体方面 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着明确规定 公共道路管理部门 具有保障公共道路安全 和畅通的法定义务 方大壮的反驳很有利 法律确实规定了 比如 你省到每隔几天 要巡查一次 先到几天巡查一次 但是 你进行了所谓的巡查 并不代表就进到了义务 道路管理部门的义务 始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 保障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 这里有人会说 那你这不是强家吗 道路养护中心 也不可能时刻盯着路面 那得需要多少人力 所以 分析 牢记这一点 前面的车临时撒了石头 还没来得及 处理导致出了事故 那肯定不怨你 但是那石头 有不少时间了 你却连个警示都没有 你说 这是谁的责任 举证置证完毕 开始法庭辩论 方大壮坐下来先听 对方说什么 顺便喝了口水 他都不知道 对方咋想的 居然拿出了这样的证据 你要知道 那石头在路上的时间可不短了 你拿出这样的证据来证明 说我们已经养护到位了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 拿去举报 妥妥的养护中心的领导 要背锅的 关键 这证据还是自己拿出来的 让人无话可说 考虑了一下对方的头发 方大壮决定让对方清醒一下 当律师可以 但是 找证据 把自己当事人的坏事都抖了出来 这要是放在魔都 有可能会被打死的 双方开启了法庭辩论 杨远一下子感受到了压力 因为对面那个律师 就像是开了嗜血一样 那张嘴 在不断地喋喋不休 喷毒液 但是我们 确实已经进到了养护义务 养护中心已经工作拉满 所有的日常养护都到位了 方大壮这边呵呵笑道 义务 我很好奇 你是如何成为律师的 你就是这么理解义务 哦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L县的公路养护中心 已经明确巡逻过的 明知道那条路 有着很大的问题 有深坑又有石头 却没有进行任何的警示 对吧 对不对 按照你的证据和你的话 就是这么理解的吧 啥玩意 杨远愣住了 他突然感觉额头 开始冒冷汗 这是他根本没想到过的方面 之前拿证据的时候 只是想着 用这些证据来证明 养护中心进到了义务 浑然没有意识到 这要是真的明知道而不处理 那算什么 算独职了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这个 那个 杨远额头冒汗 但是说不出怎么办来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畴 承认 好啊 养护中心估计完了 要和他拼命 不承认 那就是什么都没干了 那就是拿着假证据了 哦哟 虽然咱这是明示诉讼 不涉及形式 但你这伪证拿出来 也得拘留个几天的 方大壮 就在那里笑道 所以请对方代理人正面回答我的 问题 你要证明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样子 究竟是做没做呢 我真的很好奇 杨远说不出来 而他越紧张 方大壮说得越紧迫 还说不出来 你是来参加庭审的吗 我咋觉得 你像是来旁听的呢 咋一句话 都不说啊 周易已经听傻了 虽然在法庭上只说这个案子 但是 这毕竟涉及到了养护中心 那情况不一样的 他之所以听傻了 是因为在国庆期间 和方大壮聊天 看过方大壮准备的笔记 其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当时方大壮还专门说了 说 对方应该不会傻到 拿出这样的证据来 那相当于直接认输 结果 没想到 还真的是这种情况 上面作者的办案法官人都骂了 他真的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犀利的律师 瞬间就找到了对方 举证的漏洞 而且还用层层推进的逻辑言论 直接让对方无处可逃 就是最简单的两头堵 但是效果却好得出奇 有那么一瞬间 办案法官甚至觉得 这律师甚至可以 让他这个敲锤的出问题 太犀利了 也太牛逼了 都说盛名之下 其实难负 但这位方律师 真的有水平 杨远已经在疯狂 冒汗了 他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刚刚他尝试着反驳了一句 结果又被对方抓住了话里的漏洞 又是一顿穷追猛打 幸好这个时候办案 法官开口了 宣布法庭辩论结束 这话一出口 方大壮便笑着坐了下来 一脸悠闲 仿佛刚刚那个 把对方按在地上摩擦的家伙 不是他一样 现在开始最后陈述 请支持我方诉讼请求 周易直接说道 倒是杨远被提醒了两次 这才反应了过来 赶紧说道 请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说完了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看着对面那个秃子 感觉像是看到了魔鬼一样 第487章 为了这口足 也得包顿饺子 杨远在L县这里 做律师时间也不短了 自认为什么样的律师 都见过 那些所谓大城市来的大律师 也都接触过 但还从来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律师 给人的感觉 他并不是单纯为了赢下官司 更像是和自己有仇一样 可他之前根本不认识 这个方律师 这是有毛病吧 一场官司下来 让杨远觉得自己 根本不适合当律师 这其实就是因为 杨远之前 遇到的所谓大律师 本身就是 靠着吹吹捧捧上去的 这种人 各行各业都有 没接触之前 就觉得名声特别大 但是真的请来 帮你做事就会发现 也就那样吧 但是 像方大状这样的 那纯粹就是靠着自己的本事 从魔都那遍地红圈的地方 杀出来的 法院休停20分钟 20分钟后 重新开庭 毕竟是检疫程序 而且案件事实清楚明白 所以 法官当庭宣判 事实认定 就是 道路养护中心 没有尽到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义务 同样 周易在夜间开车过快 也得承担次要责任 所以判决道路养护 中心赔偿 周易修车费用的70% 官司说了 没有任何意外 缓过来的杨远 就在那里琢磨着 该怎么办 上诉嘛 这情况怎么上诉 今天的庭审 内容传出去 那就不是赔钱的问题了 但这是肯定是要传出去的 因为对方就是个大网红 他就指着这个事来赚钱呢 所以只能先通知 养护中心那边了 看看那边 有什么好办法吧 你说这好端端的 怎么遇到这么个事呢 杨远身边 在那个兔子面前 就和小学生一样 对方三言两语 就把杨远玩弄于鼓掌之间 甚至让杨远在法庭上 话都说不出来 唉 也不知道那样的律师 身边助理是什么水平呢 杨远并不知道 自己的助理想当老六了 他收拾好材料 走出法院 拨通了徐主任的电话 喂徐主任 那个 咱们的官司输了 电话 另一边 徐主任顿时连垮了 下来 输了 不是 什么情况啊 杨律师 那天 你不是说有了那个证据 情况会稍微好点吗 咋搞的就输了呀 却是杨远在让养护中心 拿养护记录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这是个比较关键的证据 不提这个养护记录 还好 一提这个 杨远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那个徐主任啊 我这边还得跟您说一个坏消息 徐主任不高兴了 陈生道 杨律师 你这是逗我吗 官司都输了 我们养护中心的名声都不好了 咱们不应该考虑上诉的事吗 难道还有什么消息 比官司输了更坏吗 在徐主任看来 官司输了 那这件事 养护中心已经要丢脸了 可以预见的是 他们这几个领导 免不了被上面对一顿 杨远 没办法 将庭审中的事说了出来 他毕竟是律师 该说的事 还是得说 否则等以后事情弄大了 麻烦更多 毕竟 L县只是一个小县城 这里的关系千丝万缕 莫名其妙 就可能扯到什么人身上 什么 杨律师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和我们拿的养护记录 说这是关键证据 怎么现在 居然成对方把柄了呀 你这律师怎么做的 徐主任在电话里开始大喊 他这会儿 是真的着急了 一边只是说 赔钱 另一边 这面临的可能是处分啊 徐主任 这不是之前 没想到这个问题吗 我也不想的 所以上诉我觉得 我们真的别了 还是和对方聊聊 看 能不能调解吧 徐主任真的感觉 已经裂开了 在电话里 直接开始骂了起来 杨远 你就专门坑我们吧 收钱的时候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现在情况变成这样 又说调解 我真的是信了你的邪 徐主任好一顿骂 半天才挂掉电话 但是 骂得舒服了 问题还是得解决 只能将这个消息 报告给了王主任 然后 王主任也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本来好端端的呀 日子过得四平八稳 结果莫名其妙的 就可能面临处分 早知道这样 打个屁的官司 之前就应该直接调解 哪怕他把视频发出去了 就算被骂 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事 到时候可以说 他们根本不知情 已经安排处理了 但是下面的人没有处理 结果 现在 那养护记录作为证据 是要将复印件 进行证据交换的 也就是说 对方手里也有这玩意 而在这个记录上面 可是有着他们的签字 可惜这个世界上 没有后悔药 如果能后悔 王主任觉得 当时在对方反应 有石头的时候 直接派人去 放个警示牌就行 也不至于会到现在这样 给那个周一打电话吧 态度一定要特别好 他说什么都行 千万千万不要发出去啊 王主任下了命令 徐主任只能再找杨玉霞 毕竟现在知道 案子的人不多 把事情放到最小范围里 解决更好 杨玉霞在知道情况 后人也是麻的 打官司 打在这边一堆领导 面临处分 这真的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 算了 联系吧 周一和方大壮出了法院后 便准备去吃个 当地的特色饭 结果刚刚吃了一半 就来电话了 喂 徐主任 你又找我干什么 这不是法院已经判了吗 你们想上诉就 上诉 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什么 又要调解 我记得今天开庭内会 人家法官问双方 是否同意调解 你们的律师 可是直接说 拒绝调解的 调解 毕竟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 就算是庭审开启了 法官也会问一句 双方愿不愿意调解 而对方当时直接说 拒绝调解 徐主任这边心里直骂娘 但他无话可说 拒绝调解的话 是他给杨远通知的 所以想了想之后 装作不知情的样子道 周先生 这个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们这边一直都是愿意调解的 真的 现在就是 您这边的修车费 我们愿意全部承担 而且您的务工费 或者是租车的费用 我们也可以承担 只是您能不能 不要把这件事曝光出去 如果非得进行曝光 那能不能将养护记录那些掠过呀 这是在想了半天之后的折中办法 对方是网红 他们这里也没办法管到对方 所以只能是这样 我不答应 周一直接说道 什么 徐主任愣了一下 对方这次没有和他们打太急 直接了当就拒绝了 周先生 您是不答应吗 那是为什么呢 您的那些条件 我们都愿意答应啊 没有 为什么 就是不答应 我这么说 徐主任你能听懂吗 都说这年头拒绝别人很不容易 很多的好好先生 就是因为不会拒绝别人 所以就会死要面子活受罪 但周一不管这些 现在知道 错了 早干嘛去了 早点在那里弄个警示牌 什么事都没有 结果 当时还阵阵有词 问他周一是干什么的 好像作为一个普通人都 没有权利给他们提建议一样 好啊 我各种费心思 请来了方大壮 各种收集证据打官司 终于有了结果 然后你们又让我别曝光了 那就告诉你们 晚了 没有 为什么 就是想看你们不舒服 这样会让我很舒服 就这么简单 就和以前那些进去的人 各种后悔 想让自己谅解一样 你早干嘛去了 不见棺材不掉泪呗 徐主任张着嘴 但是说不出话来 他是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其他人就算是和他们有矛盾 那也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这么拒绝 而且干脆地说 没有原因 借口都要找几个 但是对方没找借口 直接地让他们有点接受不了 而在周易看来 找借口干嘛 当自己拒绝对方的时候 人家已经心里不舒服了 那找借口也没用 徐主任说不出话来 周易再次说道 好了 徐主任 那挂了吧 判决已经下来了 你们要是不再规定时间内上诉 就要生效了 说完 周易挂掉电话 这边 徐主任脸色轻一阵红一阵 猛然间就想砸手里的手机 但想了想 还是停住了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样又臭又硬的人啊 周易并没有在L县多代 判决下来的第二天 他就和方大撞回了荆州 还是荆州待着舒服 徐主任的电话已经拉黑了 但是没有用 一路上不断地有电话过来 就是说要调检 到了 后面可能是被拒绝太多次 着急了 有人甚至威胁说 要报警 完了 周易直接告诉他 赶紧去 想 让他周易进去的人多了 去 慢慢排队吧 叫真 从来都是得罪人的事 周易从一开始 就有这个想法 不想得罪人 那你叫什么真 回了荆州 周易所幸将陌生电话全部屏蔽 还稍微平静点 判决生效需要时间 所以不着急 等判决生效后再发视频 周某人的日子再次平静下来 他开始琢磨着 买车了 旧的车等修好后 让人帮忙开回来 不能卖 放公司当个公车 用就行 老板自己的车 让大家用 你看看 哪个老板会这么做 而在此时 L县 王主任一脸着急地问道 怎么样了 打通没啊 主任 我们用了很多手机号打 但全部无法接通 对方应该把所有陌生电话 都给屏蔽了 旁边的杨玉霞无奈道 报警那是气话 真的去报警了 也没人会搭理他们 就一个民事诉讼而已 没办法了 彻底没办法了 杨远现在同样见不到人 不知道跑哪里思考人生去了 只能是考虑向上级汇报 主动点 到时候 就算对方曝光了 上级也不至于说 猝不及防 那赔偿的事 给他吧 这还能咋样 我们还能拒绝执行判决吗 判决书送达第五天的上午 周易收到了赔偿 虽然相比起报保险 全培来说 好像确实是脱裤子放屁 但他感觉很开心 那对方既然认了 就准备发视频吧 这几天 工作室那边 已经把视频做得差不多了 周易再次开始配音 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易 最近有很多人在私信我 说 那个老牛 还有很多的自媒体 都在网上带节奏 说我阿易只敢和普通人 还有那些普通公司叫真 真正的需要叫真的 却屁都不敢放一个 说真的 就是为了他这口醋 我也得包顿饺子 前几天去临城那边报警 在下面的一个县城里 我开车撞到了石头上 这段话搭配的 就是当时行车记录仪的画面 大家看 就在路面上的两块石头 完了报保险 我想这养护中心 应该弄个警示牌的 就给他们打电话 结果两天后 还是没警示牌 完了 我就去他们那里 结果你猜他们怎么说 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就很好奇了 我干什么的 和去反应问题有关系吗 还是说 我要是无业游民了 就不能去说这件事了 那我就不乐意了 要知道 本身他们养护中心 就有义务维持道路安全 畅通的 所以我撞了车 他们应该帮忙修车才对 结果这话说出来后 他们说和他们没关系 还建议我如果不认同 可以走法律途径 我出了门 就喊方大壮 还真就不信这个邪了 接下来周易 将自己起诉后对方反应 联系自己调解等等的事 介绍了一下 着重说明 对方觉得很难办 说让保密 我寻思这么一个事 人家别的地方 都能直播庭审 这有什么保密的 那就开庭 只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拿出养护记录 来当证据 录制完成了 前后看看没有问题 周易点击上传 那个老牛财经 倒是并不违法犯罪什么的 不过在被打了左脸后 还凑上右边脸来 那就不客气了 广市 袁姐正在生气 她这几天 在网上经常看到那些言论 阿易也就是个窝里横的本事 该叫真的她根本不敢 就会恰烂钱 结果正在此时 一眼扫到了更新 葛子精 这次咋了 这么快 又更新了 再看看那标题 就为了她这就口醋 我也得包顿饺子 第488章 居然还有人敢发律师函 看到这个一如既往 骚断腿的标题 袁姐顿时来了 感觉 这家伙 不会真的去做这种较真事了吧 赶紧打开视频 一堆弹幕就飘了 过来 都是一些诸如阿易狗贼 快点更新之类的催更话语 甭管什么时候 催更的话是必不可少的 最开始 看着也就那样吧 路上有石头挡路 结果把车给撞坏了 完了 找养护中心 要求对方设立警示牌什么的 这 说实话 看到这里后 袁姐便注意到 弹幕里有不少人 已经在吐槽了 说 阿易是不是有点烂好人的 感觉 这也是和以前的氛围 迥然不同的感觉 哪怕我们在不断地宣传 那些模仿雕兵 但是呢 在现实中 对于这种不需要你去管的事 但你去管了 就会被喷多管闲事 然而 这人的话 很快就被各种弹幕 淹没了 阿易是烂好人 我去 前面才刚刚送了一堆人进去啊 你没看到吗 这要是好人 那我就能把大佛拉下来 自己坐上去了 我也觉得 而且阿易从来不说自己是好人 他只说自己是个守法的人 只是看到了这里 大家都很好奇 阿易究竟是要和什么单位较真 难道就是这个养护中心 继续往后看 虽然又开始变成火柴人动画了 但那勾画出来的 样子 让人看得很明白 你是干什么的 袁姐看到这里同样不舒服 这什么意思 去反应个问题 还得说明身份 另外 这话更像是在结问 然后就看到周星然 突然转变了 问题 说谁来要赔偿 等等等等 到了这里 突然之间弹幕大增 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阿易你个老六 你怎么和周律师一起出去了 而且还只有你们两个 说真的 这是周某人自己都想不到的东西 大家的关注重点 永远都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他是想让大家看看自己的转折 结果呢 大家只看到了 他和周星然一起出去了 周菜鸟 现在虽然观众并没有特别多 但 大家都很喜欢看周律师的普法视频 于是 下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阿易 此仇 不供带天等等的弹幕 袁姐 也是惊讶了一下 哥子精和那个菜鸟律师在一起了 不过 他也只是想了想 因为在视频里 周一听到那句建议 走法律途径的时候 就直接点点头 大家开始激动了起来 这样的情况 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了 早在当初和楼上那个邻居闹矛盾的时候 警察来了 就是这么劝说的 然后 阿易反手就是一个起诉 当时好像 连那个警察都猛逼了 果然 视频里也一样 阿易出门 九连西方大壮 开始起诉 效率高得不得了 他真的把养护中心 告了 而且理由是 没有保障道路的安全和畅通 导致他的车撞坏了 不吵 这个人 好像真的是因为那句话 因为他明明已经报了保险的 而且保险公司 肯定会全赔 结果又撤销了案件 转而打官司 没说的 老牛是个好人 相信那个地方的公路养护中心 肯定会特别感谢他的 完了 又是和之前一样的条件 哪怕已经重复了 但袁姐依旧看得津津有味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看不清形势 以为自己有什么地位呢 原本到了这里 大家也都已经想清楚了 阿姨后面应该就是正常打官司 对方律师被方大壮 按在地上摩擦 一些人已经快进了 只有比较喜欢法律的同学 会看看庭审部分 然而 看着看着大家就猛逼了 勿草这踏马 是庭审 被告律师拿出来的证据 居然可以当做独职的证据 你敢信吗 踏马的都不敢这么写得好吗 这律师确定不是老六 这是很多人的想法 毕竟在大家看来一个专业律师 那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吧 但事实是 有很多律师的操作 蠢得让你感觉 他当初到底是咋学的 这下子 大家都来了 精神 打官司打得 让被告领导受处分 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情况 判决不出意外 阿易赢了 而且对方非但没有上诉 还又想和阿易调解 但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看完视频的大家伙 马上开始讨论 这种情况 难道不管吗 地方很好找 汉东省临城市L县 这是在视频里明确说过的 于是 在广大乐子人的努力之下 L县公路养护中心 就给干上了热搜 没办法 除了大家都是乐子人以外 主要还是因为 这种案例 几乎可以被当作是指导案例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们开车撞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是可以索赔的 而且 不需要有任何的想法 这就是我们的权利 道路养护部门 同样有着 这个义务 如果他无法证明 自己已经尽到了义务 那就得承担责任 当然 同样有一些别的言论 日出东方 阿易明明可以报保险 但他非得撤销完了再起诉 虽然说是为了较真 但没这个必要吧 有点没事找事的感觉 这样的话说出来 同样有人赞同 觉得阿易就是在没事找事 抛开法律来说 就不应该索赔 因为自己开车撞上去的 哪天要是拉不出屎 是不是还得起诉地球 没有吸引力啊 这部分的言论 没有出乎意料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 是这么认为的 网上报出来的 饭店地面湿滑 摔倒致残 起诉饭店要求赔偿 当时这样的事 可是被直接喷得狗血淋头 当事人 甚至享受到了人肉搜索 和网报组合权 网上这些人就说了 你自己摔倒的 怪人家饭店什么事 合着人家 还得扶着你走路吗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要争辩 没必要 网上这么说话的 被大家给对了 你都抛开法律不谈了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好在这次没人再敢网报了 上一批进去的那些 现在有人还在走二审程序呢 那是觉得不服气的一些人 认为自己没有犯罪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算是心里在想喷 也强行憋住了 甚至在一些比较小的平台 如果检测到有人骂阿易 平台直接就进行删除 惹不起 真的惹不起 别人可能只是说说 他是真的干的 热搜上了 自然而然 当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L县内 老游刚刚搞完日常巡逻 正准备休息一下 完了就听到 旁边有同事在聊什么公路养护中心 和阿易的事 顿时凑了上去问道 你们是在说 咱们这的那个公路养护中心吗 怎么了 出了什么问题吗 旁边的同事笑道 老游你不知道吗 咱们这的公路养护中心被告了 就之前来咱们这 弄事故证明的那个小伙子 没想到 那居然是个大网红 老游一脸惊讶道 真的告了 小伙子可以啊 我之前还以为他就说说呢 没想到真的告了 告了不算什么 那帮人不知道 请了个什么律师 把养护记录拿了出来 结果现在 应该 是从上到下得癌处分了 老游翻了翻手机上的新闻 也是有点忙 就因为那么个事 那个小伙子 居然叫真到了这个地步 官司说了也就罢了 没想到 还被抓住了把柄 还发了出去 现在热度这么大 那是必须要回应的 哎哎 回了 咱们这里发了回应 说 已经有了处分结果 你瞅瞅 他们这个系统的上级部分 都有了领导责任 不过这回应有点快 应该是之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老游点点头 他现在很想知道 那个中心领导的想法 当初游记的 姓周的小伙子 只是想让他们弄个警示来着 保险公司 小赵看着新闻 同样合不拢嘴 果然是周先生啊 打赢官司算什么 能让这么多人领导 同时被处分的 那才是本事 养护中心内 王主任放下手机 脸上露出了苦笑 果然爆出来了 要不是他当机立断 赶紧上报 那情况可能会更严重 啥也不说了 那段路赶紧重新整整吧 以后绝对不敢再这样了 该立警示牌的地方 绝对要立 群众上门反应问题 那必须得虚心接受 网上 一众乐子人 等到了他们想要的回应 袁杰也是很感慨 鸽子精还是一如既往 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不过想想也是 方大壮打官司 那正常情况下 是必定会有意外的 现在 被告挨处分的情况也有了 就是不知道 啥时候能把敲锤的 送进去一个两个呢 帝都 牛红的评论区 已经再次沦陷 你的分析呢 你不是说 阿易只敢较真普通人吗 出来挨打 人呢 不会又装死吧 你再分析一波 看看阿易这是个什么行为 类似的言论 充斥着评论区 而和他一样 当初转发过这些话的自媒体 同样都删除动态 开始装死 牛红坐在电脑前 愣了好久 他是真的没想到 对方居然因为自己的一句话 就去这样较真了 这人是有点毛病的 否则绝对不可能会这样 事件随着当地的回应 慢慢落下帷幕 几天的时间过去 热度消去 但大家都记在了心里 下次遇到这样的事 就知道找谁了 荆州 腾达公司内 周易放下手机 现代社会 有时候真的是不经意间就会出事 谁能想到 冒用他人医保 都可能涉嫌诈骗呢 而且冒用的 还是自己家人的医保 只能说 刑法真的是赚钱大全 十月已经过半 原本打算去买车的 但是最近几天提不起劲来 就感觉每天都在思考人生的意义 有点想买的天文望远镜 看星星 网上的热点已经变了 某个国家发生了踩踏事故 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打开热搜 好多都是在说这些 双十一的预热 离这双十一还有一个月呢 广告已经铺天盖地了 但是广告本身并不会让人反感 让人反感的是另一个东西 周易拿起手机 随便打开一个APP 看着那摇一摇的字眼 都想摇头了 说真的 哪怕他维权过这么多次了 但在这方面 还是有种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的感觉 APP开屏广告经过了治理 现在关不掉的问题 已经基本得到了治理 结果呢 人家反手给你来了个摇一摇 周易这个月的 已经有好几次很无奈了 那个时间手机只要稍微有点晃动 就会跳到广告页面 这踏码地开个APP 都得小心翼翼 防止手机摇动 要不 再干他娘的一炮 周易在纠结中 因为系统没有发布任务 而这种较真 需要的钱会很多 又是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 吴秋林收拾好了东西 下班回家 作为颜值比较能打的女孩子 吴秋林 在见到周总这么火的情况下 自然而然也开始 拍一些生活视频 只是她并没有蹭热度 没有透露任何自己工作的事 只是说 在一家普通公司上班 然后就是发一些工作日常视频 毕竟长得好看 在公司的熏陶下 视频拍得也有声有色 所以粉丝量也慢慢上来了 今天还是和以前一样 吴秋林下班回家 打开手机 顺便看看自己的后台 结果直接愣住了 因为后台那里 多了一封私信发送的东西 打开来一看是律师函 她好歹也是经历过的事的 这东西 还是很清楚的 只是自己什么都没干 莫名其妙就收到律师函了 赶紧把起诉状副本那些 都拿出来 仔细看了看 顿时明白了 原来是自己的账号 也就是小秋林 对方是这个名字的商标 所有人 请她停止侵权 也就是注销这个账号 否则便会立即进行维权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发函各大平台 请求注销 以及法律途径 吴秋林都猛逼了 这种所谓的抢住商标事件 她在之前是听说过的 但从来没想到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这账号才多少粉丝啊 连这样的都要抢住 与此同时 公司里 周易同样看着一封所谓的律师函 正在猛逼中 现在了 居然还有人敢给自己发律师函 而且 阿易 这个名字 已经是他们的商标了 第489章 求求你们起诉吧 说真的 在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维权之后 周易觉得 最起码自己较真的这个人设 已经完全固定了 如同他真的没理 比如说发的视频设像 违法或者犯罪 别人发律师函 那也正常 但是 他现在什么都没做呢 相当于人在家中 做 郭从天上来 莫名其妙的 自己的账号就侵权了 阿易这个名字 居然被其他人 抢住成了商标 周易真的很好奇 对方在发这个律师函的时候 没有考虑一下后果吗 至于说对方不知道字二 那不可能 他要是不知道自己 就不会给自己发律师函了 看看手机上的律师函 正规律师函上面 都会有对应的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 以及委托人的联系电话 魔都的 叫军委律师事务所 想了想之后 周易决定打电话问问 律师联系人是陈律师 电话响了几声后 便通了 周易开口道 喂 请问是陈律师吗 魔都 军委律师事务所内 陈明听着电话里的声音道 是我 请问你是哪位啊 他们律所虽然负责发律师函 但手机里也没有存这些电话 太多了 不可能存这么多 而且 一般来说 律师事务所发律师函 这就是一个生意而已 我说的难听点 这玩意给钱就能发 而且 只要钱到位 你想怎么发 怎么发 想发多少发多少 所以很多律所根本没那么讲究 才不会管你这些事呢 只要能有对应的信息 把这个律师函发出去 赚到钱就行了 我叫周易 你们律所今天给我发了律师函 所以我就来联系一下你们 问问 这是个什么情况 周易 陈明犹豫了一下 这名字 有点耳熟啊 不过他们律所这段时间 发了大概有上千份律师函了 所以 应该也是一个网红吧 您好周先生 这边和您说一下 就是您现在的账号 阿易 的商标所有权 归属于我方委托人 魔都立委公司 所以需要您停止侵权行为 注销 或者删除相关账号 这都是一套标准的流程 他们律所的几个律师 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接这种电话 说的也是一样 这也是律师被诟病的一点 尤其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 比如 离婚官司 明明是某一方出轨了 但是出轨那方 却请了律师 完了 律师来了 和你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你说你会不会生气 不用怀疑 十个人里面有一百个人都会生气 周易听了这话 就已经觉得不舒服了 他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太重视 毕竟就是用自己的名字 当ID的 而且用了好多年了 从以前做游戏视频 就开始用了 结果现在 居然这么冠冕堂皇的和我说 我侵权了 陈律师 你知不知道 我这个账号是我的名字 而且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怎么现在就成了 你们那个什么公司的注册商标了 还侵犯了你们的专用 商标权 这有点说不过去吧 而且 然而 周易的话 刚刚说到一半就被陈明打断了 只是周易声音更大 压过了对方 但还是没有说完 陈明脸色很自然 他一个专门靠着赚钱的律师 这几句话 根本不算什么 而且这段时间 已经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话了 周先生 周先生 你先听我说 你毕竟不懂这个 周易 要不是他和方大壮混的时间长了 他还真的会被唬住 很多不入流的律师 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 你不懂这个 正如一些搞艺术的人一样 陈明自然不知道 周易想什么 自顾自地说道 我们的商标专用权 以注册为先 并不是说你以前用了 就肯定是您的 我们的委托人 目前已经享有该商标的专用权 该商标 已经被核定 使用在41类娱乐节目 视频节目制作 和下载等相关服务上 所以您 确实是侵权了 所以我的建议 是您及时地停止侵权 否则到时候 我们这边起诉了 那您的侵权行为 可就得赔不少钱了 之前的一些人 有不少 在听到这样的话之时 就会被吓住 就算没吓住 在收到法院传票的时候 也会被吓住 所以陈明一点都不担心 然而 说完这句话之后 就听到对面那个姓周的 突然来了句 你是说 我要是不停止侵权 你们就要告我对不对 这下轮到陈明猛逼了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 对方说这句话的时候 好像特别开心的样子 不过他只能下意识到 是 是这样 太好了 我跟你说啊 陈律师 我恳求你 千万要告我 真的 谁不告谁 就是孙子 我真的很喜欢当被告的 陈明 对方这是怎么了 他是在虚张声势吧 这世界上 有人居然喜欢当被告 开什么玩笑啊 但不得不说 周易的这句话 直接让陈明的方寸大乱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不过好在周易说完 就挂掉了电话 听着手机里的盲音 陈明开始仔细思考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不过先记一下吧 这个应该不会注销账号 所以估计得起诉 到时候 有了法院传票 对方应该就会认识到 问题严重了 翻了翻 找到了电脑上的记录 周易 阿易 之前大批量搞律师函的时候 没注意 现在这么看看 真的好耳熟啊 就感觉在哪里听过一样 陈明就这么看着 突然一个机灵 物草阿易 不会是那个阿易吧 赶紧开始搜索 这想起来的情况下 再看就发现了 这踏马的 就是那个阿易啊 我们律所居然给那个阿易 发了律师函 踏马的这委托人 是脑子有坑 还是咋 这样的人 你也敢发律师函 虽然说这个事 在法律上来说 好像是有理的 但是情是什么样子 他们自己心里清楚的 阿易那个人 可不是什么好相处的 更不用说他的背后 还有那位大佬 在魔都谁 没有听说过那个秃子 不行 赶紧得和委托人 那边联系一下 赶紧安抚对方 魔都立伟公司 全称立伟互联网有限公司 也就比皮包公司好点 最起码有地方有人 通常很多的抢住行为 都是通过这种公司进行的 正如同健身房的吴总那样 都是通过各种手段 来控制公司的 立伟公司的法人叫王力 当然他只是一个门面 看到手机响了拿起来 瞅了瞅 随即接通道 陈律师 怎么了 是不是之前的律师函 有了很多结果 要起诉的有多少啊 王总 我说你们给的那些资料 就不审核一下 你们知道那里面有谁吗 王力呵呵一笑 审核什么 他们抢住这些商标的 所有业务都是外包的 反正把那些知名网红 或者快要起来的 网红商标都进行注册 有时候 不去查真的不知道 这种行为有多离谱 他们真的能把你想到的 想不到名字都给注册了 况且 他只是个门面 根本不管这些 事宜直接问道 还能有谁 就那些网红啊 怎么了 是有人曝光了吗 这就算曝光了 那也影响不到吧 陈鸣叹口气 真的无奈 要不是你们给的多 他根本不想合作 尼玛 人家现在出来抢劫的 还都知道做个被调呢 你们这么搞 连对方是什么情况 都不调查一下 其他人都无所谓 但是其中一个 叫阿易 他可是网上的叫真达人 你知道吗 他就是靠着叫真 打官司起家的 后面那句话 陈鸣几乎是吼出来的 虽然他也不认为 一个抢住商标行为 就有什么问题 但是 对方的名声太大了 送了太多人进去 王力呆了呆 阿易 阿易是谁啊 这就是信息圈子的原因 王力平日里 根本不怎么上网 什么短视频 长视频热搜的 他根本不接触这些 所以不知道这么个人 那怎么了 无非是会打官司而已 有什么的 了不起官司 说了不就行了吗 陈鸣不想说话了 反正我严禁于此 你 可以自己在网上 查查对方的信息 说完 电话挂掉 这都什么事啊 正想着呢 电话又响了 喂 无邱灵是吧 这边和您说一下 就是您现在的账号 还是那句话 说完了又到 如果您继续侵权 我方将会走法律途径 来解决问题 到时候 您就得赔偿侵权损失了 什么 随便我们告 不是 你 你 你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陈鸣觉得有点火大 前面那个 是阿易能理解 你这姑娘 牛什么牛 咋了 觉得我们是在开玩笑 不行 这该起诉 必须得起诉 另一边 王力 还是拨通了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电话 方总 事情就是这样 陈律师打电话来说 那个阿易 好像很厉害 电话的另一头 方承文感觉自己的心脏病要犯了 你们真的给那个阿易 也发了律师喊 咋搞的吗 就没有看一看 算了 赶紧让陈律师和对方说 就说是发错了 知道吗 不要去招惹他 对 不要管他 有其他人就行了 给他发什么律师喊 放下电话 方承文摇摇头 这是弄的 怎么会招惹到阿易 这种抢住商标的行为 其实很早就有了 提前注册了商标 然后就有两种办法 要么是用这个商标 来直接打广告赚钱 要么就是起诉对方 然后索要侵权费用 好像看着感觉很丢人 但丢人算什么 人家把钱赚了才算 真的 就比如某图片网站一样 什么你的我的 在我的网站上 那就是我的 你原作者又能如何 该起诉你就要起诉你 被骂了也无所谓 反正钱已经赚了 只能说 有些公司通过这样的行为 真的赚了很多钱 但是 这踏马的 就算是赚钱 也得看人啊 阿易 那就是属狗的 绝对不能招惹 更何况和对方打官司 也不一定能打 荆州 周易背着手溜达溜达 来到了法务部 又是旁听小故事的时间 结果就看到了 法务部里面两个人 略带尴尬的神情 又猴 这不是霍鹏飞和吴秋林吗 八卦真的是人类天性 周某人瞬间就把事情 抛到脑后了 什么商标不商标的 哪有八卦好看啊 凑在门边就开始偷听 结果听了几句 就觉得无趣 里面两人 真的只是在谈工作 只是 吴秋林说的话 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 他也收到律师函了 周易敲了敲门 随即推门而入 法务部办公室内 吴秋林和霍鹏飞 齐齐回头看来 周总 您来了呀 这边坐 霍鹏飞赶紧说道 周易走到旁边坐下 随即看着吴秋林道 小吴 我刚刚好像听到 你和霍律师说 你收到了什么 商标侵权的律师函 吴秋林点点头 脸上带着一丝差一道 周总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也收到了 周易说完 看向了霍鹏飞 老霍 你已经知道情况了吧 你觉得这个事 霍鹏飞直接说道 一般来说 可以采用诉讼的方式 来获得商标权 这也是正常用的方法 依据是商标法第32条 不得以不正当手段 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 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同样 我们的商标法修改后 已经有了相应的规定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 恶意商标注册申请 应当予以驳回 尤其是去年 相关部门在这方面 有了严格的规定 所以 我猜测 这个商标注册 应该是在之前抢注的 否则没办法解释 霍鹏飞的一番分析 有理有据 周易正准备说话呢 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是那位陈律师 魏陈律师 有什么事吗 你们决定告我了对吧 什么 又不告了 怎么说不告就不告了 这干嘛呢 这是 放下电话 周易看着旁边的两人道 他们怂了 果然啊 自己出名以后 这种网上的碰瓷行为 也没那么敢了 不过看看身边的吴秋林 这小警脸 也不知道情况会咋样 正想着呢 吴秋林的电话响了 周总 我这边也是那个律师 打来的 吴秋林开口道 周易点点头 开外放 第490章 刑法的意义 外放 打开 陈鸣的声音响起 喂 吴小姐 我觉得 还是需要再和您说一声 到时候真的起诉了 那就不是这点钱就能解决的 咱们现在还是好说好商量呢 这句话说出来 吴秋林转头看向了周易 周易顿时笑了 他现在不用猜都能知道 这个律所估摸着 和委托人签了风险代理之类的玩意 否则没道理会这么上心 周易没说话 眼神示意了一下旁边的霍鹏飞 霍鹏飞自然心领神会 开口到这位陈律师是吧 你所谓的不好说不好商量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起诉嘛 电话另一边的陈鸣疑论 但还是说道 是这样 请问您是 我是他爸 霍鹏飞一脸自然道 不草 周某人瞬间八卦心里爆棚 果然 每个男人其实都想让他的女朋友喊爸爸的 以前还以为你霍鹏飞浓眉大眼的 不会这样 没想到你小子也是如此 赶紧看看吴秋林 对方却没什么反应 正在琢磨着呢 电话里陈鸣的声音响起 是吴先生 那您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 考虑到 话还没说完 便被方大壮打断了考虑到什么呀 这有什么考虑的 你要起诉就去起诉 不起诉就不要说话 明白吗 陈鸣的声音停了一下 似乎是没想到这位吴先生脾气这么大 顿时声音提高了点到吴先生 我这是出于好意 你这什么态度啊 霍鹏飞同样喊到我什么态度 你先说你什么态度 你这叫出于好意 你要真的出于好意 你就不应该接这案子 虽然他霍鹏飞也不算什么好人 但他也不是饥不择食的 这种碰瓷一样的案子 听了都会让人笑话 律师被称为送棍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吴先生 既然你个态度 那我们就没法聊了 我得提醒你一句 侵犯知识产权 如果严重的话 是可能涉嫌犯罪的 你知道吗 周易一直在旁边风骚地打酱油 商标流氓而已 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他没想到 这个律师不知道 是不是有点脑子不好使了 居然在电话里 开始威胁别人 因此周易凑了上去道 陈律师 你这是威胁我呢 是不是 行啊 这年头都可以仗着这个来欺负人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那位委托人的意思 不过 咱们慢慢来吧 说完 周易挂了电话 随即掏出手机 拨通了方大壮的电话 为方大壮 我这边有个事找你咨询一下 你知道商标流氓吗 对于这样的行为 我们有什么好办法 不 毕竟只是一个小事而已 没必要特意去老地方沟通 电话里 问何情况就行 如果连方大壮也没什么好办法 那就只能打官司了 到时候和对方打官司 最起码把商标要回来 方大壮的声音响起 还是那么的 靠谱商标流氓啊 我当然知道了 怎么了 不会有人敢找你碰瓷吧 方大壮的话里透露着 不相信 他并不认为 现在有人敢和周易耍流氓 找过我 完了之后又怂了 但也就是对我了 对其他人 那些人的态度 可完全不一样 我公司的一个员工就是 那边的那个律师还威胁说 如果不同意有可能 坐牢 坐牢 方大壮的话音中 带着一种喜悦 这胆子挺大呀 不过这些玩商标流氓的 一向都胆子大 这是事实 当初某网站 把卖青团那个发的国旗照 都可以当做自己的版权 你就能想象到 他们的胆子有多大 我猜你们公司的律师 肯定给你想办法 说 起诉 对方要回商标吧 这样子 没什么问题 栓条狗 反正官司肯定能赢 但并不一定有用 周一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 民事侵权就是这样 没有惩罚性赔偿 你赢了 那也就是 你赢了 对方了不起不用就行 所以啊 就得想得多一点 记不记得我说过的话 遇到问题了 没办法解决 记得往刑法上靠 这当然记得了 不只是他周某人 腾达法务部的这些人 现在都是 这个想法 但刑法作为我国的 最严厉的法 一般的行为 那肯定是够不到的 和你们那个霍鹏飞说说 让他翻一翻 是不是有个罪名 叫破坏生产经营罪呢 多余的我就不说了 如果能想清楚 那就去办 方大壮挂了电话 周一看着霍鹏飞开口道 老霍 你知不知道 有个罪名 叫破坏生产经营罪呢 破坏生产经营罪 霍鹏飞点点头道 我当然知道了 这是方老师说的嘛 他们的行为 好像并不能算 破坏生产经营罪 等等 我明白方老师的意思了 这就是刑法 兜底条款的强大之处 这个罪名一听就知道 有点古老 当初针对的 确实是那种实质性的 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 比如 把人家工厂里的机器 砸了 或者是别的什么 导致生产经营行为 没办法继续了 但正如传授犯罪方法罪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互联网的高度发展 这些罪名的外延 也扩大了 互联网时代的生产经营行为 和以往工厂里的生产经营行为 那完全是两个漠视 对于周总 您这样的网红自媒体来说 拍摄视频 发到网上 来让众人进行观看 这就是一种生产经营行为 而对方通过这样 抢先注册商标 来让你们注销账号的过程 那就是在破坏 你们的生产经营行为 霍鹏飞说的 有点绕 不如方大壮说的精准 但周一也听明白了 生产经营 这是一个连续的概念 而在互联网时代 有了新的内涵 所以对于这个过程的破坏 按道理 是要接受刑法打击的 但是 这只是纯粹理论上的想法 要想说服公安机关立案 靠这张嘴 肯定是不够的 那周总 您看 这个是要不要弄 要弄的话 需要很大的成本 因为得证明对方的行为 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地步 霍鹏飞继续说道 而如何判断情节严重 那就得看司法解释 比如造成公司 财务5000元以上损失的 或者是破坏生产经营 三次以上的等等 弄吧 我觉得 他们这种抢住行为 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了 钱不是问题 顺手而为的是 霍鹏飞点点头 眼中露出了某种激动 这案子 好像以前没有过吧 那他这是第一次了 不草 方老师也太好了吧 靠着霍鹏飞 自己肯定不太方便 联系那各地的网红们 但是 借用周易的账号就可以 网上 已经有一个大V 将事情曝光了出来 我已经用了多年的账号 居然被人起诉说 不是我的 这条消息 已经如同炸弹一般 引爆了互联网 并且和周某人 当初的视频一样 热度爆表 发视频的 是一个叫死神之子的网红 他在视频里 用一种极其严肃的语气 将事情说了说了出来 莫名其妙的 我就收到了这么一封律师函 对方要求 我不能再用我的账号 说 真的我当时有点慌 因为毕竟咱不是阿姨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 后面 我慢慢查了查 发现这种情况 在短视频UP主中 并不少见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个商标意识 我现在也 经在各种收集证据 因为对方说要起诉我 总之我的想法是 大家不要插手 网爆 我拿回这个商标权 应该是可以的 只是觉得 真的是平白的麻烦 就好像女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一样 她还算好的了 毕竟是知名的网红 所以在证明自己很有影响力 对方属于恶意抢助行为的话 一般是能拿回来的 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那些个网红大V们 有一个算一个 都经历过这样的事 评论区里 真的是义愤填膺 用大家的话说 这踏马不是碰瓷吗 小叔父 我真觉得这就是碰瓷 对方一句话 这边就得付出大量的成本来维权 无钩飞剑这些人是真的恶心啊 难道他们这样不犯法吗 话说他们有没有 给阿易发律师喊啊 袁姐 楼上的 就算是你疯了 他们也不可能给鸽子巾发啊 他是什么人 谁不知道 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 而借着这个东风 有不少网红都发出了类似的话 他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于是 呼声越来越高 大家便开始疯狂 艾特阿易 想知道 他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然而 阿易没有任何的动态发出来 于是大家又开始 循着死神之子视频 找到了发律师函的那方 很快 对方的一系列消息 就被找了出来 大家来看 是一个叫魔都立委公司的 好家伙 你们来看 涉及的诉讼 太多了吧 有大佬将查出来的一些消息 发到了网上 当然 这并不是什么泄露信息 因为本身这些都是 公开的 一个企业的各种状态 随便哪个人都能去查 别都不说 反正看那诉讼量就离谱 这真的不是一次两次了 只是阿易为什么不说话呢 有人在评论区里 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反正随着阿易叫针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人都将其视为某种化身 遇到什么事 都想让他出来说几句 或者做点什么 而在周易没有一点动静的时候 故意装死之类的话就出现了 在他们看来 阿易你有今天的地位 就是靠叫针 那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你就必须得管 也幸好大家还有点脑子 喷是不敢喷的 只敢按戳戳阴阳怪气几句 然而 并没有人想到 就在暗地里 阿易的账号 正在不断地联系那些发动态的网红们 汉南省 某处城市里 死神之子杨青 翻开着自己的评论和私信 突然 他的眼神一愣 因为有个发私信的显示 ID叫阿易 阿易给我发消息了 赶紧点开来看看 果然就是那个阿易 让我把这些材料准备好 给他发过去 难道是 他瞬间有了想法 阿易这是打算搞拨大的 也对 按照他的脾气 这种情况 肯定不可能就一个民事诉讼了似的 因为这样不算是较真 只能说拿回了你该有的东西 自己也早看那些碰瓷的家伙不顺眼了 还说什么等他们官司赢了 到时候 就不知道赔多少了 好啊 阿易现在已经插手了 我就看你们 这官司怎么打 需要的材料不少 但无所谓 这发过来的要求谁 都能看懂 就按照这些发过去就行 同样的事发生在很多网红家里 然而大家都没有往外说 就在那里等着 这一刻 居然有种同仇敌忾的感觉 毕竟不管是谁 都会讨厌碰瓷 时间 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陈明 以及其所在的律所 开始进行起诉了 都是在魔都的 知识产权法院进行 这就是好处 不需要跑到被告所在地的 那些地方去挨个起诉 只需要在魔都本地就行 知识产权法院 目前在国内有三个 地都魔都 还有广市 又一批立案完成 陈明站在门口 笑着和王立打电话 道 基本上这批都已经完成了 按照正常情况 他们应该很快 就会请求调解的 这也都是经验 之前的那些人 就是 只要真的起诉了 他们就会被吓住 从而调解妥协 电话 另一边 王立也是笑道 陈律师 反正你们的分成肯定少不了 陈明想了想说到王总 之前网上的一些舆论 可是骂了我们很多 所以还是要稍微上点心 毕竟现在的这个舆论 还是得小心点的 之前陈明 还以为热度那么高了 相关部门会出手呢 虽然以前没有过这种情况 但终究得提防一下 毕竟他们做的事 真不是什么好事 法律上你好像确实 能说得通 但 这个社会上 不只是有法律 立案成功 那自然都要给各个被告 发传票起诉状副本 这些 杨青看着手机上 电子船票的通知 笑了 如果是以前 他见到这东西 肯定会觉得害怕 这是正常的 没打过 关死的人 第一次见到船票 肯定会害怕 但是呢 现在他可不怕了 阿姨那边 已经收集了不少的证据 于是 心里想着 杨青就将电子船票的截图 晒到了网上 兄弟们 之前我说的那个商标的事 现在对方 已经把我起诉了 这是船票 时间是七天后 到时候 我肯定会去的 原本之前的事 热度已经下去了 杨青发出来 这个也没有让热度起来 因为大家的关注点 已经不在这个上 毕竟相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网红的事 还是有点太远了 然而 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 杨青发完截图后 好多的网红up主 有的有点名气 有的什么名气都没有 但都把截图发了出来 巧了 不是 我也接到船票了 话说 我就这么点粉丝 也要碰瓷 很无奈 不过我和死神大哥 应该是一批的 在同一天 哦 我倒不是 我在后一天 不过也会提前去 到时候 大家还能拒一拒 这个事涉及到了各大平台 于是 原本没有的热度 被强行提了起来 广大网友们眼里 这种碰瓷行为 真的有点离谱了 就好像是当初那些 本地成立个某某协会 完了就不让你 随便用名头的什么一样 但你就算是 再怎么觉得离谱 这事 还真的就发生了 只是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么多人 一时间 很多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 魔都互联网法院 用一位网友八话说 我们都知道跪在碰瓷 那就看这一警判决 怎么判了 希望到时候有直播 让我们大家都看看 有这个想法的人不少 大家都想看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法院会怎么来判 而就在这样 八分围中 魔都 东浦区 公安分局门口 来了几个人 为首八 是周易和霍鹏飞 而在柜门身后 则是几个拎着 巨大包裹八年轻人 都是腾达八员工 周易一边推门 一边还说到了 霍 你这证据没问题吧 我可告诉你 我以前去报案 那每次都能成功的 霍鹏飞没辙 谁让柜之前 八内警报警 没有成功呢 只能说到周总 您放心吧 这并我们八证据 花了这么大把成本 来进行固定 那要是还勾行 我都勾好意思 当这个法务了 周易笑了笑 没说话 两人进了分局内 分局内 一个年轻民警 正在值班 看到一堆人 进来愣了一下 赶紧拦住道 等等等等 你们这几位 是来干嘛的 一行六七个人 有几个手里 还拎着那种 巨大的手络包 这造型 说实话 也就是在咱们这里了 你要是在漂亮国那里 再配上个大胡子 穿上一身长袍 戴个头巾 估摸着还没进来呢 就已经连回到美式居合了 周易上前 笑道我们来报警的 报警 年轻民警小郭 看了看那巨大的手络包 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突然早已经听说过 荆州那里有个家伙 每次报警 都带着一堆的证据 但只是听说过而已 结果现在看到了才觉得 那应该不是传说 报警 这边来吧 是什么情况呢 小郭 霍鹏飞开口到那个警察同志啊 事情是这样的 在这边有三个公司 他们经常进行商标抢注 然后通过各种手段 为什么是三家 因为在调查过程中 搂草打棉子 发现这两个公司 都做同样的事 只是他们比较低调而已 闷声发大财 霍鹏飞说的 并勾示很详细 但小郭已经听清楚了 抢注商标 这个 我们这边应该不好管的 这属于民事纠纷 你们歉意去知识产抗部门 反映情况 或者去人民法院 落起诉讼的 小郭非常努力地解释道 碰 伴随着一个声音 一共三个大包 被放在了桌上 那个警察同志啊 你先看看证据吧 我们觉得 贵闷这样的行为 已经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了 真的 对我们来说 情况真的很严重 证据很齐全 对方抢注了多少商标 给多少人发了律师函 起诉了多少人 以及给这些人造成了什么后果 都很明确 大家本来就是 靠着发视频下犯的 现在 猛然间因为你的律师函 我们不能发视频了 那这个损失 生产经营罪的损失呢 这如果觉得牵强 简单 那原本已经签订了合同 准备给金主爸爸打个广告 结果呢 因为 律师函的原因 勾能打了 那肯定要承担违约责任 那你说 这算勾算损失呢 小郭 看着手里面的各种证据材料 眼神都有点勾对了 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咋 感觉他们好专业啊 那个你们先等等 说完 小郭赶紧去喊领导了 这个事 他也没办法做主 说实在的 他甚至都没想到过 这种抢住行为 居然还能和破坏生产经营挂钩 不过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 又觉得很有道理 网红们拍视频发视频 这不就是生产经营行为吗 分局的领导们 很快也都知道了 拿不定主意 不是说证据不足 关键是 这种行为 究竟算不算破坏生产经营 法治科室的相关人员 都被调来了 大家一起进行分析 各种请示之后 终于有了结果 现在这种行为 已经严重危害 到了社会秩序 当某个行为明明有问题 但是却一直没办法禁止 那些人靠着他 赚得拨满盆意 没有任何畏惧心哨之时 那就必须要用刑事手段 来进行打击 这就是刑法存在的意义 它就是让人害怕的 否则罚点前 不痛不痒的 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 终于 在分局等了大概大半天 已经快要睡着了的周易一行人 拿到了立案通知书 好吧 不需辞行 距离开庭还有两天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抓人